大家好啊 这个 我不能呼吸啊 他们上海的警察也够生猛的啊 说难听点也够野蛮的 把这个 可能是没听他们的话 是吧 不知道是恶极了还是怎么回事 把这市民压制在地上 好几个人摁住一个人啊 也够狠的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声音太凄惨了啊 给他关掉了 哎呦 他在那 尤其是待一会儿 给他压在地上之后啊 他不断的在惨叫 这都是人间惨剧啊 就为什么这么残酷的虐待自己的人民啊 为什么呢 这中国人都是前几辈子都造了孽了啊 是吧 这叫什么上帝不要的地方啊 遗弃的地方 索多玛的地方 弃城啊 一个被废弃的地方 既没有民主的制度啊 又缺乏这个虔诚的信仰 哎呀 整个社会真的是充满了利器 充满了互不信任 然后也充满了各种的暴力 这几个动手的人不不可能都是警察啊 有的就是居委会的啊 所谓的治安志愿者 有的是物业的保安 也就这些人啊 你看有个女的来劝啊 但是也不敢死结拜烈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老婆啊 应该不是他老婆吧 哎 把那女的拽走了 把那女的拽走 那可能是他老婆 要别人可能都不敢靠钱 或者说也犯不上为了一个不是自己家的人 是吧 然后自己惹麻烦 反正现在中国就是原子化碎片化 你看到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如果你替他说话 那下一个可能就是你 就是这种恐惧 那也造成中国人彼此的不团结 一盘散沙 反正是吧 反正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 你看这欧亚大陆啊 是吧 欧亚大陆的西边 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 这边呢 是吧 老百姓你的权益等于也是被侵略的 被侵犯的 对不对 好了朋友们